大家早晨 五日的长假期过去了 大家过得开不开心呢 今天港股服事 先看看 在香港放假期间 美股的走势 这一张是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的小时图 大概就是这里到开始 你见到美股 如果看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 基本上一路都是稳步上升的 中间曾经有一些的回号 包括 昨天在收市前后 美股 都有些回头 但整体上 都是继续往上找尋 目标 即是说 稳阻力位 已经升了上去4 4,069点 对今早早港股的开市是非常有利的 今天 平时我们看的大市分析 我已经在上个星期 5 4月1号已经说了 大家 有兴趣看回的 就可以 去回我的patreon 频道 或者youtube 频道 去看回当日的分析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 是恒生指数 最新的 数量方式 是恒生指数 这一个 我在 假期期间 我不记得4月2号还是4月3号 曾经说过 恒生指数 的长期升落目标 是可以去到33712 33712 这是有些条件 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就是说 我们假设 恒弧4落 原来已经走完 在这个位 这样 就是说 如果恒弧4落已经走完 假设 5号上升 根据 波浪理论 利用 神奇数字 计算出来 目标将为33712 当然 现在最有机会诚实成为事实的数量方式 并不是恒弧4已经走完 现在只不过走恒弧4中B反弹 之后 还有一个恒弧4中C的下跌过程 而这个恒弧4中C的下跌过程 将会带 恒生指数 跌低过这个低底 即是说到时的恒弧5 才开始 而到时的恒弧5的目标 由于 整个恒弧4 的终点 是低过这个位 所以恒弧5的目标 将会低过33712 那说一说 这个数法是怎样来的呢 恒弧4 已经走完 就是说 恒弧3 在这里 31183 就以一个 双重3的形态 结束 这个恒弧4 调整 双重3就是说 恒弧4 分为ABC 接着有个X 再来 第二组的ABC 第一组的A在这里 结束 反达到B 由于有些字 我不想遮住这个字 所以我将B 移高 大家明白 这是恒弧3 终点 恒弧4的A B 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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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第一组的ABC 三个浪 接着有个桥梁的浪 就是X 接着有个A 第二组的终点 4终点 A在这里 第二组的终点 4终点 B 是以复杂 复杂的形态 运行 即是细分为内边 再低一级的ABC C3的浪 我没写 没再写 A B 免得大家撈乱 所以 B 是这样 三在这里 结束 4终点 第二组 第2组 就在这里 即是整个 4终点 终点 现在终点 5终点 这是最乐观的 赞射体 最乐观的数量方式 我们不是用这个来看 因为这个 机会是小一点 机会大一点 这个位置 看这个 一无的数法 括弧3 括弧4 分为ABC3的浪 第一组 A 括弧4中A 是细分为低1分5的浪 包括A中1 A中2 A中3 A中4 然后A中5行形 就代表整个 括弧4中A 行完 我就不会写 括弧4中A 中5 即是直接 表输4 行完 我就不写 自己意识到 1 2 3 4 就是5 括弧4中A 行完 然后我们到括弧4中B 括弧4中B 就麻烦一点 比输4中B 理论上 亦可以分为A,B,C 这个是5 5,3 接着括弧4中C 就是5 5,3,5 我先看这个3 3的第一个 就是括弧4中A的A 然后跟着括弧4中A的B 这个 假设是不规则平细形 如果是不规则平细形 就理论上 括弧4中B的B 只不过是括弧4中B的A 这个长度 就是这里 升到这个长度 1.236倍 或者1.382倍附近 这个数量方式 有点不理想 有点缺点 这个括弧4中B的B 是太长 是超过1.382倍 一定幅度 但又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才 看看如果这个是不可以接受 被否定的话 我就放这个给你看 就是刚才这个 更加好的数量方式 给你看 之前我没有说这个 现在 我暂时依然是 数量方式 承认我成立事实 可能性最高的 这个数量方式 但就已经 成为事实的机会 比之前小了一点 原因就是 这个B 括弧4中B 中B 跌得太深了 假设这个仍然成立 现在走的就是括弧4中B 中C 目标是多少呢 刚才 29596 跌到28326 对不起 应该说 28326 升到29596 升到29596 跌回来 是去到27505 如果你真的这么计 根据波浪理论 这个括弧4中B 中C 是4中B中A 长度的1.618倍 我和他计算 是29560 29560 即是 连这个A都过不了 是不是 即是连这个位都过不了 没错 是的 糟糟了 那怎么办呢 如果 可能性就是 如果 升到大概 29560 就升完了 再跌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这个叫做平势调整 就是 由于 上升动力不够 反弹 不能到大 更高的水平 升 高过 4中B中A 的中跌 另外 这有两个位置 给大家参考 3月3号的29912 2月19号的30099 我不能到小数位 那就是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高位 和这个 低位 不到 还有可能数呢 有的 那就是第2个 数量方式 这个就是我说过 以前 就是我自己 专言出来的 那个升 就是30381 30381 是怎么计算 回来 你计算当时这个升幅 括弧4中B中A的升幅 由这里到这里 长度 0.618倍 而60618倍 怎么计算 就是由这个括弧4中B中A的中点 向上计算 刚才计算出的0.618倍 就是加上去 答案 就是30381 6.72 OK 这个就是另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依然是低 我比较乐观的所谓方式 目标3372 大家知道了 港股跟着的认识是怎样 你看到我现在 听到我说到现在 都是说港股 是向上的机会大 事实是 因为我假设 无论我假设 它是 走着括弧4中B中C上升过程 又或者走着括弧5上升过程 都是升的 所以港股的中期 是看好的 中期 其实 中长期 都是暂时 这个时段 是看好的 讲完这个之后 我们讲过了 我们的 直播怎么办呢 分两个讲 中线和长线 这个表 已经是8点12分 刚才 即是14分钟前做 最新的 计算最新的 历史波幅计 跟Whatsapp收的 有点不同 因为这个是更新版 每秒都在更新 中线 中线 你现在这一刻 的持货量 我建议给你 是37.5 合式持货量 三次总 但是由于 那个 指数寄货 两个主要寄货 恒生指数寄货 和国际指数寄货 它的小时图形势 10个指标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之中 两个指数寄货 每个五个指标 加上10个指数寄货 有8个或以上是利好 我就当是 形势是显著利好 我会加大6.25% 即是 你现在这一刻 应该是 43.75% 持货量 到小时图 转回一点 没有8个指标 10个指标 总共10个指标 没有8个或以上指标 利好 才会回到37.5 即是 即是说 你现在不只差6只股票 应该差第7只股票 到时 小时图 形势没有 减持第7只股票 就变成6只 这个形势 合适事货量就是 现在这一刻 43.75% 看右手 减持第7只股票 回到两个 百分率 加上估务处 中间数 6只 碧桂圆服务 中信 股份 海峰国际 金沙中国 工商银行 交通银行 第7只股票 理论上是持有这几只股票 但实际上 如果你是刚刚 持有这几只股票 就没问题 事货量合适 就不用做事了 但如果你是不够的 持有很少的 例如我持有4只股票 有2只股票 那又怎样 你应该理论上 就立即持有这2只股票 没有了 买贵 你之前没买 是吗 先拿了 那拿的时候 我们会看看 究竟能立即拿 冲进去买 还是抠下来买 还是不买 抠下边 啡色的 来买 那你就看回 我给大家的 证券牌榜 即是每日 Whatsapp 每日交易收私 给你Whatsapp 那个信息 那个表 左下角 有写着证券牌榜 你自己看 我详细教你 如何选择时机 但是整体上 都是买这6只股票 又或者 如果你真是 某两只股票 你持有 你没有持有 而买 太贵了 你可以暂时 拿着 刑负基金 或者是相关的 ETF 先拿着 我建议刑负基金 算了 因为是成交量 多些 是这样的处理方法 这是中线处理方法 如果你不是 刑负6只 你又刑负6只 刑负弱势 那又如何呢 如果你的弱势 在啡色 在橙色里面 也没有问题 如果不是在 橙色 在绿色的范围 甚至跌出 这个表的范围 那你应该 根据那个市 冲了上去 到达市 的目标 目标的时候 什么目标 刚才我计算了 看不看 计算了目标 对吧 目标 这个时候 将它到时 如果它依然是弱势 并非在红色 啡色 橙色 这个区域里面 就沽了出去 博市回落 之后 再买回 分断走位 再买回到时 最强势 红色的 而你未有持有的 当然 你说去的时候 怕呀 怕它不下 会再升 你转了它 买盈富基金 中线 这是中线 长线的处理方法 一样 长线 我们的持络 合适是40% 40% 由于日线图 并 恒生指数期复 和国企指数期复的 日线图 并不是10个指标 有8个 或者以上 虽然是40% 如果真的有的时候 我才会加大7.5% 今次不是6.25% 中线 是加大6.25% 长线是加大7.5% 暂时 你的持络量 应该个别股票 这两个百分率 加上 居然 即中间 暂时持有的8个股票 应该是 海峰国际 碧桂园独木 恒生银行 金沙中国 工商银行 中信股份 恒腾网络 以及 昆仑能源 暂时就是这8个处理方法 跟刚才说的 完全一样 跟着 我们说 稍后我会从大家详细分析 短中长期的 最新型世界 广汽集团 这一类是令到很多散户 即是 1211比亚迪股份 和 968 这个 顺耳光荣之后 大家 散户可能 第一季 输得最多次的 一只股票 就是广汽集团 我会详细 讲讲 这一只股票的形势 当然这只股票 也是 我上个星期 跟大家讲过 刚才那两只股票 有些 小小 枯滑的 这些情况 都是同一个 出处 即是建议 或者推介 我会讲 广汽集团 先看一张日线图 这里 是一个 高位 高位 中间的低位 一个下降轨 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下降轨 反复 上落 手势向下 要突破下降轨 才有作位 暂时股价 4月1号 即上个星期4 收市位是6.63 是 在 保力加通道 的 不是保力加通道 是5天平均线的 上边压 再加上升 让平均线的分布形势 不至于全面利弹 因为5天平均线 低于20天平均线 20天平均线 低于50天平均线 成交 上个星期四 一般 轻微减少 最后 我们就说美此期货 美此期货 最新是4067.88 是比上个星期四 香港时间4.3 的398 13.38 是高了 2.173% 那么多 虽然昨晚 美股没断有回吐 都依然高2.173% 依此计算 厉害了 五大指数合理值 在这里 即恒生指数 升993点 会不会升那么多呢 长假期过后 通常的市场 很难测 如果真的升到时候 上面阻力是哪 第一个重要阻力 是30023 是1085点 掉头跌到来 高跌194点 今天也挺难的 大家就看着这个位 和这个位 会不会到那么多呢 我也有 一些怀疑 会不会是高开 不够那么多 升几百点 又慢慢上市 那么多呢 机会就大一点 但也不是很大 如果真的一开始 就升到这里 升到这里 我建议大家 现在 有好仓 即是投机 过了长期 或者 收钱 甚至乎我刚才说的 走位行动 可以开始 当然理论上 如果当时的即市形势 依然好的 你可以大胆小小看 0.5倍 不是 0.5倍 偏高0.5% 偏高1% 看看有没有新的利好消息 暂时这些黑信 没有的 不算是有的 这个就很尽了 即使甚至这个礼拜来说 都 很尽了 如果能够升到0.5%的话 偏高 比这个数字再偏高0.5% 然后再看上个星期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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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资的时候 成交最大的大市值汽车股 那10只 它的合理值 在这里 今早 这一刻 就它的 第一个重要阻力位在这里 第一个重要支持位在这里 这10只股票之中 就 上个星期五个都说过 并非全部都是我选顾名单里 暂时表现最好的 中星控股 都是排第35位 是不值得 吸納的 好了 那今天 第一段的分析到这里为止 我们在第二段 投资影音分析见